本影片为关影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曼达路人星际大战 外传是新影集登场 Disney Plus开台新鲜首发 这里来为大家献上最新的 一二集剧情与心得 跟着赏金猎人来一场 并且狂杀掉料的奇幻冒险吧 虽然Disney Plus已经在美国正式启用 但台湾亚太这边还要再等到2020年初 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一下下 而随着Disney Plus的开台 延伸是星际大战的曼达路人影集 也正式推出 想必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这部影集在演什么吧 在曼达路人第一集第一集一开始 先看到的是在一个冰冻的星球上 一个赏金猎人根据追踪器 在寻找他的目标 然后来到一间酒吧里面 而看到相当显眼曼达路人的头盔装扮 这位赏金猎人就是本剧的男主角 由佩德罗帕斯卡所饰演的迪恩贾伦 这边来解释一下 这部曼达路人影集 设定在星战六部曲 决定大反攻的五年之后 套用了钢铁人明导 编剧强法附落所说的 即强格波巴菲特之后 星战宇宙的逆战士现身 故事背景发生在银河帝国灭亡之后 并且是在第一军团出现之前 远离的星空俄国威权 银河系外围 说者是一名孤独枪手的故事 而前面给大家留下 最多关于曼达路印象的 大概就是强格与波巴了吧 所以看到了这次全程都戴了头盔 嗯 其实真的看完了一二集 也完全不确定 是不是真的佩德罗帕斯卡演的 但相信总有一集会看到男主角的正面目 正如他们战士都戴着头盔一样的神秘 在电影战时并没有提到太多 关于曼达路人的事 主要还是在星际大战 负责之战 动画影集中 对于这次留着战士协议民族 有比较多的描述 所以借由这部影集 看到了这位同样也是赏金猎人 目前都还没有看过他的正面目 就像星战里面呈现上网风暴兵 到底都是谁演的 没有人知道 好像也不重要 不过就凭借着这样一股鬼秘的气息 跟着这位赏金猎人 故事也将会带领着大家 慢慢揭开曼达路人的血泪秘心 至少在目前已经看到的一二集里面 尽管像这边是一座冰冻星球 但整个剧情是有着浓浓荒野大标客的味道 如果大家玩过并且狂杀这类游戏 像开场第一幕剧情中 就可以有那种感觉 9802880一个麦苏洛人 然后接着是在大家周目睽睽之下 神秘曼达路人走进来 也一直都是装的哭乎的一句话不多说 接着则是恶霸跑过来挑衅 又说是弄翻了他酒之类的 这些都是相当经典西部片情节 恶霸气压落小 神秘的陌生枪客闯入等等 更别说在后面一点 会看到更多一关接一关 GKS解任务来进阶到下一阶段 剧情的奇幻大冒险咯 恶霸胆敢挑衅我们酷酷的男主角 所以接下来剧情应该不难猜测到下场会是如何 当然都被痛扁了一顿 统统都拿去做基金 甚至还有遭到分尸的 不过毕竟还是迪士尼影集 也是比较小可奇的一点 是不会有那种间谐恶心强烈冲击的画面 总之呢 就是借由了酒吧冲突 带出了赏金猎人的目的 其实是要来抓一开始被霸凌的那只麦苏尔人 所以倒霉麦苏尔人 是转手落到赏金猎人手上 状况没有比较好 然后看到了赏金猎人回程要求领取赏金 而过程当然也是要穿插一些心脏冒险元素 看到了有机器人开的百度船 驾驶着刀锋制电要起飞时 也遇到了该星球的特产 遭到拉网那一刻驱使兽的强烈攻击 看到赏金猎人在完成一批悬赏任务之后 跑来与赏金猎人工会收邻 由卡尔韦瑟斯饰演的格里夫加卡会面 包括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然后也通过格里夫这边 是得到了另一个神秘更有撞投任务 但比较麻烦需要另外跟客户直接接洽 所以赏金猎人后来拜访了 由伟纳赫索饰演的这位神秘客户 而由不具名的客户旁边有一票风暴边守卫 另外还有奥米德阿塔契饰演潘兴博士插花 当然咯可见这个任务是非比寻常 然而对方以一块稀有的曼达洛钢为定金 并说了完事之后再加上一头曼达洛钢 所以赏金猎人是接了任务 并接着以新到手的曼达洛钢做了一个新的护肩 在制作新护肩的过程中看到有出现一些小时候赏回的片段 这部分大概就是告诉大家 酷酷男主角其实有一段不为人知 甚至是令人同情的不幸童年过往 相信敌人的过去也将会是左右故事未来剧情走向的重要因素 另外有这边也看到了包括曼达洛钢本身所代表的象征 还有将所获得的曼达洛钢打造成灰甲的一部分 并佩戴在战士的身上 这些对于曼达洛人而言都是具有非比寻常相当重大的意义 而对于这个新借到任务没有寻常蝶没有对方的完整资料 只有一个追踪器知道大概是50岁 所以根据客户提供的大概位置 敌人来到了Avada 7一个沙漠形式的星球 来到人生第部首Avada这颗星球 敌人首先遭遇到的是有着鱼的大头 另一半却像是有暴龙的下半身尾巴的布勒格 这种在其他星战作品有出现过 奇特看起来凶猛生物一开始遭到他们的攻击 然后是你看诺特饰演的奎伊尔救了敌人 而奎伊尔是一个乌格脑特人 是一个当地的牧场主人 帮助了敌人教他骑布勒格 并带着他骑着布勒格来到目标的所在地 然后在那边遇到了塔一家维迪提饰演的IG11 一只机器人的赏金猎人也跑出来抢单 不过面对了对方强大的攻势 敌人只好联合IG11一起先打挂所有的守卫 出乎意料之外 在打挂对方守卫之后 敌人发现他们的悬赏目标 竟然是一个与尤达大师同种类的小baby 因为尤达他的族群可以活好几百岁 所以即使说已经50了 但看起来还是小baby一样 但由于IG11执意要终结掉小baby在第一集最后面 是以迪恩挂掉IG11来作为一个结束 而Avara 7的冒险行动还没有结束 第二集则以迪恩的回程带着小baby 继续了这个星球所遭遇到的种种 所以说基本上第一集后半段与第二集的剧情 其实更像了避邪狂杀跑来跑去解任务的过程 像迪恩为了骑布勒格展现的像是巡浮马屁做起的技巧 与IG11合作来一场指导黄龙过瘾的射击枪战 然后再要返回他飞船的回程中遇到了特兰多沙人的埋伏袭 还有发生的骄傲人洗劫他飞船设备零件事件 在打爆特兰多沙人过程中 敌人发现其中一个特兰多沙人身上有追踪器 所以代表的不只是敌人IG11 其实还有更多是被派来终结掉小baby 而被一群骄傲人洗劫则是另外牵扯出敌人必须要去猎捕蛋蛋 一种像是犀牛的独角巨授的蛋来交换取回原本应该是他的那些灵被剑 然后敌人带着会飘浮的摇篮到处冒险 与小baby也是带出了不说话蛋壁之间有一种蛋蛋的默契羁绊之长中 而即使还是小baby却像是浑南天神身怀了神秘元力的能力 几次小baby像是要治疗敌人甚至是在独角巨授要攻击敌人时被用元力飘浮阻止攻击 后来敌人就这样挂掉了独角巨授取得了蛋蛋换回了他的灵被剑 也在魁伊尔的帮助之下修好了他的飞船咯 总之呢在曼达路人的一二集虽然是另一个目前与正传剧情没有关联 说的是一个酷酷又神秘赏金敌人的故事也想必后面会再牵扯出更大的事件 但目前慢慢看得出来在冰冷头盔底下其实并非能写没人性的角色 看到敌人几次阻止了要伤害小baby的人而且尽管接着敌人要回去回复任务领赏金 更在这后续会慢慢改变的敌人甚至可能最后没交出去 敌人还会转变成一直保护小baby的人吧 而且目前的一二集故事是还早虽然还看不出来全貌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部迪士尼重心打造影集 有着要一局打响迪士尼plus的野心 甚至不止这部曼达路人对于后续陆续要推出的marvel系列的影集 个人更是充满了期待 不知道大家对于曼达路人或是迪士尼plus的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呢 也欢迎来留言一起讨论这些好看的影集哦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